蓝花盈在每年的5月份到6月份开花,花朵为铜状,在花枝上形成碎状花絮,长约30厘米,而且蓝花盈的花色为蓝色,花蚊同西长,每朵花中有4个雄蕊,子房成圆柱形,有着比例的温少价值。 蓝花盈水细光之后,开花期间要为鸡铜状遇着促适花色更加鲜艳,而且养殖的温度要保持在22-30度之间,避免花朵水量不少,并且要在盘土干燥后为蓝花盈的浇水保持土壤为时偏干即可,不能存在集水。 蓝花盈可以在每年的冬季继续修剪,使用消毒后的剪刀将枯萎枝变成细弱至剪除,减少养分的消耗,然后将土壤枝剪短,使其养分集中,还要将树冠上的纷针,毛泥芽枝剪掉,保证株形的美观。 感谢观看